臺灣美國商會是在今天發布了二零二三年商業景氣調查報告 有超過八成的會員計畫是要維持或是擴大投資 不過也有近七成是擔心臺灣的綠能供應是否充足 而財政部是公布了一月份的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 出口值只有三百一十五點一億美元 出現連五黑 回國去年受到通膨和俄烏戰陣影響 全球經濟走軟 不過根據臺灣美國商會七號公布二零二三年商業景氣調查報告 有高達八成八的會員仍計畫維持或擴大投資計畫 近八成對未來三年經濟前景抱持樂觀 倒是臺海緊張局勢有百分之四十七的會員認為 應該調整應對的營運計畫 在我們臺灣的經濟成長 從正面發展的情況下 臺海或者是其他的這些政治問題都會 我認為都會迎刃而解 為了配合臺灣實現二零五零年 淨零碳排目標 雖然過半會員公司都承諾會落實淨零排放 使用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但臺灣是否有足夠的綠色能源供應來源 也成為聚焦議題 另外財政部統計處週二公布一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 受到全球景氣區緩加上淡季效應和春節長假影響 一月出口值三百一十五點一億美元 年減幅百分之二十一點二連五黑 在進口部分也下滑 單月進口值兩百九十一點七億美元 年減百分之十六點六 展望今年經濟成長分析師這麼看 財政部統計處預估二月出口 恐怕會連續第六個月下滑 面對企業訂單縮水 外界擔心再先無心轎潮 不過統計處預測下半年隨著經濟好轉 出口有機會轉正 記者由因此 陳昌偉 郭俊麟TV報導